蛇王玩具屋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蛇王玩具屋 大家好 剛才說完美少女的模型 又說了租高的東西 又說了一個家庭的教育問題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說性教育 這些是孩子的教育不能遲 不過說到家族的東西 我又可以說接下來的這套特殊作品 竟然是特殊 我正想要搏你一腳 是不是我們自己一家 這個不是的 其實是來自牙狼的作品 為什麼會說是家族的東西 因為這套東西是很講傳承的 即是說一個黃金騎士 將他的海鴿傳給下一代 這樣像星治那些東西 很有不同的 他真的要血緣傳下去 即是要兒子 好像說第一季的時候 那個主角 那個字應該有機會讀虎 但我習慣了牙島過牙 他也是說如何在他爸爸得到海鴿 之後說到第四季也說他的兒子得到海鴿 所以牙狼絕對是說家族傳承 不過他又嚴肅很多 不是我們剛才說的 有鎖鏈 有M字開腳 不是說什麼 其實那些都很重要 這班又非常之英勇的角色 但是牙狼這套作品 因為可能有聽過動漫戰隊 便知小弟很喜歡這個作品 絕對是粉絲 所以這套作品今年也迎來他的十周年了 所以十周年當然現在就有特色 應該叫做第五季 正在播放 不過主角暫時就不是說牙島過牙 而這次這隻Figure 就是魔界可動的系列 不認識 完全不認識 那你當類似 如果是無面超人 除了有SHF那邊 那另一邊叫SIC SIC就是尺寸大一點 造工是漂亮的 而相對價格應該貴一點 那也是那個雕和熔色 亦都是想編去魔幻風一點 或者真實風 而這個魔界可動 你就可以當作是SIC 你可以這樣想 類似是那個包裝盒 算不算是豪華版 大隻了少少版本的SHF 不是 那個手工完全兩個世界 所以有些玩開SIC的朋友 就好像有少少嫌棄SHF 但是這個魔界可動 你就可以當作是牙狼裏面的SIC 因為牙狼其實SHF 都是暫時出了兩三隻 沒記錯 那它之前玩具展有圖 放了出來說會出其他新的SHF 但是暫時沒有消息 希望出得成 那現在今天說這隻魔界可動的牙狼 它的設定就是用回第一輯 鋼牙版本的牙狼 因為不同人所穿的牙狼 和這隻牙狼出來的角色 其實是有少少不同的 那除了我講過第三季 就一個架空了少少的 講一個叫做柳牙的主角故事 那牙狼的海鴿設定有少少不同了 而剛才我不是說過 鋼牙是在牙手上得到這件海鴿傳承的 其實就算是同一件海鴿的樣子 在不同人的眼珠是顏色有不同的 去劃分不同人所穿的牙狼 我想問呢 除了眼珠之外 其他的大體是一樣的嗎 如果你說是第一季 其實他爸爸那套 因為他的套是全比 所以他的套是一樣的 眼珠不同色 而這隻就是鋼牙的版本 就是第一輯的主角 當然啦 這套東西其實一早就已經出過牙狼的魔界可洞 不過舊版那時候 可能有人會略嫌有少少肥 這隻版本出來 圖片就是現在看到這隻舊版了吧 對啦 舊版有少少肥 還有那時候 我買這隻舊版那時候 那個店鋪和我聊天 都說這隻東西漂亮 很漂亮 不過你可能都會用個Stand去托一托 更好一點 因為我家裡有時候自己摸到 所以我都已經用了Stand去頂著它 始終可能是關節問題 諸如此類 那現在這隻站不站得穩 我就不知道了 要到時候買回來才知道 不過現在看的圖 其實都跟舊版的樣子都不同了 雖然那套鴿 但是那個Design 或者那個設計上面 都已經有些分別了 你看到甚至上色位 它是黃金海甲 去過一邊位 例如你看到膝蓋後面 手臂的膠接位 你會看到那個邊位 它是故意的金色 是小小變成香檳金的 那一隻 那邊我剛才看到 可以微微漸進 有些啡啡的 最盡頭的位置 微微好像金屬邊 有些漸進式的東西 果然斗篷也很有Feel 對 那些斗篷也非常有型 而且看回它整個東西 基本上這個魔界可動 其實手工看這麼多一隻 都沒有什麼出事的 都能做出來 不過 現在看它可動的情況 都做得不錯 關節不太過 而且收得挺漂亮 可能因為海甲的關係 本身海甲的設計 都有關節 那現在它就做得不錯 整個整體 那阿蛇 你 可能我講 始終是牙狼 那我 作為粉絲 都一定補了30分 給它 那這件事 就是我主觀 不好意思各位 但是阿蛇 你又沒有看過作品 你看這隻Figure 你又覺得怎樣 我一看過去 我覺得頭盔已經很帥 就是頭的位置 它那個 我覺得像不像老虎 因為我沒有看過作品 是狼來的 不好意思 那個狼的圖案本身就帥 你看小的位置 這隻Figure 其實大概幾大隻 如果實物 大概 我看資料 190mm 即是19cm 都大隻 都算 手工不錯 因為我最重要 我看它的面相 和身 那些相片 不知是堅定 留下 因為始終它有陰影 對 現在陰影 你看到它 質感很棒 是像金 真是一個力盡滄桑的感覺 是 那個金不是真的 你好像很貼 金箔黏下去 反彈一彈 而是它有金 有啡 還有它做到一些殘化的效果 整體很棒 還有把劍 我自己看完 都 那個劍文 真是帥 劍文 沒有什麼好挑剔 你看它的劍兆 那個叫劍兔 還有劍的花紋 還有劍的花紋都做得很仔細 因為我自己玩Saber Saber 都經常有些劍 Figma 和你這把比 這把漂亮很多 我記得以前試過 有一款 好像沒有做SHF 還是怎樣的牙籠 那一款 那一款真的做得一般 好像那把劍的 那些紋都偷了 即是紋都不見了 即是現在上面 有幾種紋去印 好像印還是偷了 總之那把劍 摸雙手我是不滿意的 所以現在官方 之前玩具展 就可能出2.0的牙籠 SHF 但這隻這麼漂亮 這隻魔界可動 其實都 我都不是想什麼 而且看回 8500日圓 就說便宜不便宜 不過這手工我交足 你問我 我又不覺得貴 你跟AGP比 你想想 那你用AGP沒得靠 我跟同一間公司 都是BANDA 那就不同了 就是版權問題 漫良太貴 不知道 但這隻其實 坦白說 作為牙狼粉絲 肯定會付錢 沒什麼好挑剔 最重要 因為以前舊版那隻牙狼 太差 其實不差 不過橋腰我略嫌有水桶 但是這個 直接連條腰也 當然腰的左右是黑色 現在拍照跟斗篷撞色 就一定瘦一點 還有他19 這個大小好 大隻一點 好影一點 拍照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拍多點打燈 你的相機要求不太高 你這麼小 例如你拍攝 甚至拍黏肚人 你的相機差一點 微距差一點 都拍不到 那時候我用單反應 我換一支有微距的鏡 你才拍得到 但19cm就未必微距了 普通機可能都認得到 這一款又 因為坦白說 摩戒可動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眾 沒有玩開 也不知道理觀感是怎樣 我就覺得暫時這個系列 沒有復作 我覺得 當然 有時候你說站不穩 或者可能斗篷 有時候會搞到他 更加重重的跌倒 其實這些問題是有的 但斗篷很帥 你那時候有看那套 是不是超人特工隊 已經跟你說了 斗篷是超人的 一種浪漫 雖然他又是騎士 有點不同 而且斗篷也不是經常拿出來 某些位置才會發出來 好像Batman 對 但我家裏那隻都裝著斗篷 很帥 你看到他這隻 懶惰斗篷的東西 我覺得會是懶惰得好過 最舊的版本 最舊的版本 其實說回都是 真的好像一套作品 初初播的時候出 很多年的 十年 這個作品是十周年 那你怎麼算都八年九年走不掉 手工沒得算 那你始終現在Bandai 你每間廠都是 經歷過年份越多 所以他的手工理論上會出越好 大王 你會不會買到2.0版的SHF 牙朗 因為就不知道出不出 假設出呢 買硬 那又可以做對比 可以舊版的SHF 新版的SHF 還有SIC 即是我們不要叫SIC 魔戒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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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戒可動三隻做一下 對比應該都挺好玩 是的 其實現在1.0那隻 這隻我都有 那等你買到這隻 之後再對比一下 這隻到時候再對比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現在 魔戒可動在牙囊這邊 應該是為牙囊而整 魔戒這隻牙囊就屬於 我現在這個系列 我覺得暫時 那隻都做得好 除了有時候可能的關節 活動差一點點 動位置跌那方面 但是整體來說 有很多信心的隊員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牙囊粉絲 那就想一想這隻 始終十周年紀念 其實真的值得玩 價錢八千多 當然 如果你還在街上 看到SHF版的牙囊 買一買 因為那隻到現在很難見 即是找到炒炒的 不是炒的時間很久 變了沒什麼貨 那我先不說炒不炒 我說你看到 除非你真的又是 喜歡牙囊 在市場一伏 如果不然我覺得 先拿一拿去 那隻差點 就買現在這隻魔界系列 因為SHF那隻 尺寸是可以和無形層人 站在一起 但是那隻手工 我覺得那隻手工 首先是比較鬆的 我那隻 以往整隻的霸氣 是欠奉一點 而且你SHF 都很有可能 真靈架出2.0 等一下 2.0那個 就之前玩具剪輯再引流 不過你說 Bandar好賤的 出了那台就沒影 因為那隻最要緊的 那隻金色不閃 不閃嗎 不閃 即是用料不美的 它用料不是這個 不之前有一些 不閃的 它就製造一些 似乎是古銅式的效果 帶去 那隻其實 不以前的魔教那不過 就是這張 他還是那一種 好像舊金屬 那種海鴿造性 就能製造出來 而我那隻SHF就做不到那隻古銅的感覺 又做不到閃的感覺 純粹好像是以前的香檳金手機的顏色 當然你可以說SHF那隻始終是便宜一點 但是你見到它出的顏色 因為其實2.0那一分不上了 2.0是整套甲都是閃給你的 就是做這隻顏色不做古銅 但是做到是閃靈靈的 金閃閃的 變成如果真的出2.0買那隻 1.0就有少許算了 或者是這隻 就是玩著這隻 這隻手工應該怎樣也會贏的 贏硬的 贏硬的 那不知道 那下相檢買就 這個差不多 下狼這個 接下來就講一下 笨蛋原來有一個新的拉會開 是伏還是正呢 我們還不知道 因為暫時是 就來會出去的玩具 但是是未有得玩著的 那這個是你現在就叫做 HIGH METAL R 那你一聽過METAL這個字就想 應該這隻東西是金屬件 是嗎 那什麼HIGH METAL R 不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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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他旗下有的其中一套作品 就是超小要塞 賣掉 而我現在看到原來超小要塞 就不放在那邊 就放了這條新的拉就叫做 HIGH METAL R R是什麼想了很久 暫時我都未解釋到 Renew的嘛 Revolution的嘛 應該不是 那這個系列 我就想會不會是再開那條拉 又放一堆機械人 但是目前呢 我知道啦 下次是HIGH METAL G 出GUNDAM 不知道啦 因為GUNDAM也有METAL版的 Rober 1 我真的不明白 HIGH METAL BANDAI一向是開很多條拉 基本上開到時候 你連拉的名字都隨時不記得了 他也說那條拉是已經收起來了 我明白 他之前做了一次是統一工序 就將這些拉 統一了Rober 1 真的沒聽過他這樣說 但是他統一完之後 就開始開很多條拉 我們看回如果他官網 就是HIGH METAL R的官網 有介紹過他的作品 那他之前五月在玩具展 那時候也展出了一堆 這個系列的產品 那他見到都是超時空耀菜為主的 那他現在這個HIGH METAL R 就有兩種作品會推出 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VF1J 那也是韋基利這個系列的 那你現在小時候是韋基利的 不好意思 那VF1J這隻我看回 因為Marcos我還沒看完 不好意思 那我看回就說是 就是TV版 香港逆馬輝 那日文就一條輝 那他在裡面 故事TV版最初 開的那一架機 而這架機他也非常之有型 那就除了可以 因為這個系列 暫時這個人就是韋基利 都是做到三段變形的 就是飛機形態 人形 以及半人形 而現在這隻VF1J 是還跟著那一套重裝甲 那重裝甲那方面 那當然大家關心 如果就這樣喊好甲的東西 開不就不開心 那他非常正地的飛彈箱 全部都可以開到的 就是全彈發射是做到的 噴 噴 噴出來的東西 而這架也可以拆出來 給那一架機就這樣玩 而那架機就這樣變形 所以 看回價錢 就 現在建議這隻東西 就九月會出 那這個價錢 因為他這套東西 也會跟著一堆重武裝給你 那整批東西都給你 連著飛機 那就是一萬日圓鬆一點 那就是拉回雲 你計算雲費 七百多元 對 那如果到時候香港 因為已經很大的 有行貨可能會再便宜一點 可能低於七百元 有機會因為行貨 他不用計算那些東西 便宜一點 所以這隻東西 坦白說 連著這麼大抽 這些什麼給你玩 那都是七百多元 樂觀期待一下 可能有其他機 這些東西都陷進去 都不出奇 對 那除了剛才說的那隻 那還有另外一部 就是VF1S 那連這一部就遲一點 11月才出 不過 相信大家看到都 挺開心的 沒有記錯很多位 這個應該是馬輝 就是一條輝的機 不過就後期一點才用 那你見到那個 骷髏骨 Local 都很多人認得的 那這一架機就不同 那個武裝 就不是剛才那一架 鴿包著它 是很多散件 嵌上身 肩膀有了一支炮射 那這一架 都照樣是可以做回 三段變形 一定 那這套鴿又 看看你喜不喜歡這架機 我自己就喜歡 這一架 骷髏骨 Local 我覺得很帥氣一點的 那骷髏骨 是馬國式經典 有那一架 你很難不要的 那我就喜歡這架的 那這架機 看回價錢 就更便宜一點 因為它的價錢沒有剛才這麼厲害 很誇張 它就9500多日圓 那又便宜一點 可能500多也買得到 有機會 對 算上行貨 真的可能500多搞定 那當然了 現在我們看官圖 當然是很有金屬feel 好像很實正 很站得穩的那一架 那大家也記得 現在的條線叫做SR 超合金的 就是超合金雲 就最貴那一架 一定是一架合金的 而SR合金就是 合金件少一些 便宜一些 小一些 也有機械人 例如萬蘭俠 三一 戰隊 都全都出來了 那一架系列 大家聽到超合金 那看到這個價錢 那時候也有些朋友說 那你相信這個價錢 又說合金 那都不會整支合金給你的 那現在這個價錢 又好像高過那一架 SR合金一些的 那所以可以觀望一下 會不會這枝合金成分 更重一些 真是看實物才知道 看實物 或者 接下來看有沒有多些的展覽 會展出 那就算展出 我們都 那時候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因為你一看 看反光程度 猜是膠還是金屬的 那不過 我相信到時候 不知道 我這兩架 怎麼有一架我會買回來 那我相信 應該會開過箱給大家 那時候 買完了 麻煩 考慮一下 那我希望 那時候開過箱給大家 這兩架 如果是Marcos的Fans 那可能你之前 會已經買了其他系列的 這些飛機 那 但是這兩架 看看你會不會買 我就沒買之前那些 因為之前那些 都 我記憶中都貴一點的 都1000-2000元 那現在這架 可能700多元 搞定便宜很多 所以便宜的 概價 會不會就是整隻 完全不漂亮的 不知道 坦白說 到時候開箱才知道 那時候告訴大家 我比較期待 會不會整隻 Marcos的戰艦 有玩具買 那隻就有出過 但是這個系列會不會出呢 對 就不知道 出了都未必適合比例 老實說 對 那這隻就看得怎麼樣 如果它這個價錢底下 這樣出那隻 可能是開心的 先觀察一下 你說做那種感覺 有可能 他真的快一點上去做 不知道 好像這樣 當年大家打算 配HG那些模型 都是小小的 1比144 你怎麼猜都無端 弄一隻GP03 整個大貨櫃拖給你 當然是 比例小了就沒有感覺 他沒有 那個比例不是 跟回144 對喔 144那隻GP03 他跟回MIA都出過 他沒有弄完它 那麼期待 你不知道Bandai快一點上 會不會真的出一隻 這樣東西掠你水 不過 如果真的出那隻東西 都好 Marcos 就引頸給他掠水 相信 那這樣 Marcos這隻 說到差不多 那 Marcos 就說到 差不多 那今天提過特攝 提過Marcos 那不如說到幾隻 就是剛才有人說 這幾隻好像貴一些 找些便宜的玩 對 就是你剛才數了那些 700-800元 有沒有一些便宜的 要上一集 那說一盒蛋 雖然那隻有680元 那我們說一套扭蛋 這次 扭什麼呢 高達 那大家說高達扭蛋 都扭到厭 是不是 每一隻都差不多 上次 早幾集我們說過那些 元祖復刻 還好 形形仔仔 靚靚仔仔 那這次 Bandai 就嘗試出一套 有趣的扭蛋 給大家 就是來自扭蛋 那方面 應該是7月推出的 相信到時候 都香港有得扭的了 那叫做 加油SD Gundam 系列 其實真是笑死 那為什麼叫加油 你很少聽過 無緣無故 多數用英文 很少無故 做中文字 那這次是中文字 因為是BB戰士系列 大家一看的樣子 應該都猜是跟回 以前舊式的畫法 舊式的畫法 甚至乎我現在有卡通片出過的 那很大機會是 跟回卡通片裏面 來做這幾隻公仔 大家看的就發覺 好像不是很正常 你能看到最左一隻 R78 近幾年樓的R78 不會有這樣的樣子 有點搞笑的 搞笑的 又不是鬥雞眼揹 這個樣子 那樣子這麼搞笑 這麼可愛 好像壓扁了 那又挺可愛的 那就是那隻Double Sector 就不用說了 整個米加紙砲 那樣子也是舊式BB戰士畫法 比例也是 身體的部分 你也看得很短 腰位不覺得 不過我最關心的 當然是中間那隻Z Gota 對 那那時候 我不是這樣 拔著她的頭 扯出來 那相信沒有了 應該就是這樣 很失望 對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那時候 真的有扯出來 扯出來那隻角也沒有變 但是我看到這隻 反而我沒有看到 好像那時候卡通片 還是不知道什麼 可能聽眾補充 我記得的 好像那張卡通片 試過什麼Z Gota 又不知道什麼 還沒變完之類的 好像 我沒有看 那張卡通片是搞笑的 搞笑的 無線有播放 現在看到她的樣子就是 Z Gota 你又不見於我頭 又不是渣古頭 純粹無法扯出來 卡住了 整隻東西就 用台灣語言 很有喜感 我用回廣東話 就很搞笑 很搞笑 不知道怎麼形容 她的樣子實在太奇怪了 我看到那三隻耳機 很喜歡 很想要 後面那隻渣古 你看到後面 那隻渣古還出事 首先這隻渣古 你知道渣古 又不是悲劇的 但是她在卡通版上 就好像經常被人哭 現在那隻渣古就是 摸了 有滴眼淚 很可憐地看著你 你看到她 而且她的嘴 你看到是扁了 扁了 是扁嘴那種感覺 她是摸在地上扁了嘴 很可愛 這隻渣古 看著 摸了渣古也算了 就是 我記得開咪前 阿蛇看這張圖 就說這隻渣古 體現我香港人其中的精神 就說 王子華說 看人扑街 就最開心 那見過這隻 就很開心 而還有一隻 就是勤力工作的農夫 渣古 還有草帽 拿著毛巾 抹汗 還有床頭 那基本上 我看到這套 決定我不扁了 我一定 因為你會整隻賣 整隻賣 我不扁了 我放棄扁這件事 阿蛇你看到 那幾隻 我想要拿股 你想要拿股 因為我很有興趣 反轉她的肚子 那樣是怎樣 就是她這樣摸在那裡 你看不到她的肚子 她應該就會做回那些紋在那裡的 相信 但是她是扁了那樣 就你放在桌子 一定是完滑 這個時候再看看 不是 農夫呢 我有點喜感 是買完回來 應該可以趁其他東西 例如 如果有些蘿蔔那些系列 什麼農夫系列 然後放她在那裡 就是買一些小小的那些 那些系列 對啦應該挺好笑 或者反轉 就是什麼麥可形食物那些系列 這個不搞笑 另外還有大家可以 聽眾們找一下 那些怪獸的生菜 怪獸的蘿蔔那些公仔 很恐怖 就好像在跟她在桌子 對 但是比例比較大 這個農夫是一個很悲良 小小的網上 他應該很開心 就是美食的膚 美食的獵人 那樣 是啊 但是那棵菜會咬你 會吃你 如果找到這些變態的公仔甲 應該一絕 是 那這些套我反而有期待 他會不會繼續出下去 因為這五隻太少了 你要多放一點點才好笑 最重要是 其實SD扭蛋 你看到BANDA 是變過幾次了 最初我當然是 我們出的最長的套 沒有稱的 不知道是不是選的 是SE collection 基本上是由小轉到大 有顏色之後 Color 要是Color 從小轉到大 又沒甚麼關節 雖然彩色一隻 應該好像是由 RX78 年代 轉到達到Double O 不好意思 我沒轉開 那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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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至於一直聊到當腿的關節 而那一套也是近年出了很多套 也有 fans 覺得 那麼細小就做了 但那個系列始終licht開始驗 The Xして律已 czas出了太多套 cancer 那現在可能就試上走其他路線 我之前玩認真也玩過 玩造型要型的也玩過 兄弟都在做過 那一ose細尋不要著重關節 我進ic seき quant Glitch 搞笑些 比較歡樂、開心一點的出來 那我暫時看到又覺得 作為高達迷來說都收貨啦 至少我們兩個都想領下買 我只是想要握個仆的樣子 你看到時候能不能領下 不過講於SD Gundam 我就有些舊的東西反而更熟 扭蛋我反而少扭 是不是單式的扭蛋 不是喔 我不是扭蛋那邊 我反而是比較有玩開 就是G Generation那邊多一點 G Generation的SD Low後橋很多 是啦 那些小小的 因為那時G Generation比較紅 那我就有買回來組裝 Zero和F的那個年代 是啦Zero和F都有出 當然Zero之前其實也有用這個名字 去出BB戰士模型的 是呀 那個系列我自己買得多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因為我真的玩G Generation這遊戲 所以留意啦 另一個原因就是價格比較便宜 而且組裝法呢 30元左右 最小的那些是 但是後來開始有些什麼 全武裝版那些 就越來越貴了 搞到 後期開始腳的關節都做了一節 是 最舊Zero那時候是死咕咕的 越來越後期 那段關節就越來越多 但是不知道是 即是遊戲已經沒怎麼出 還是怎樣呢 近幾年就不太覺得 這個系列再出得多 它現在就不是以前 好像是Collection那樣 什麼款都出了給你 是呀 它現在就選款來出 偶然的出了兩隻 我忘記是否強調SG G Generation 總之有SD系列出的 那SG之前出過新安州 不是 新安州和新智戶 那就是我之前說過 食玩可以拆自己出來 那它那隻新安州都可以拆出來 那之後有些人開始發覺 是把很多東西都可以放進新智戶的玩具 例如有些人開始就把一些黏土人塞進去 你塞進去嗎 你知道因為黏土人的size 就跟SG Gundam現在的size差不多 又是呀 差不多是 那它是再一套甲在外面的 那有些人就塞進去黏土人 就好像黏土人拿著新智戶去青銀牆那樣 挺好feel 挺好feel 有些人塞進去Q版的拉打下去 諸如此類 什麼都扔下去 玩到歡樂幾段都 那現在D系列還要出 選款來出 對 選款來出 我出光了 好像我就少留意了 如果Unicorn裡面沒有基礎 是Delta Plus 綠色那隻嗎 綠色沒有記錯 不是Delta Plus是量產機來的 喔 不是量產李迪邵衛拿完 然後給了一架黑獅子 SM那架 算了 量產機 量產機 不量產機 其實不是的 那是不全量產的 然後又有獨角獸 又有球獅 我沒有記錯 薩蒂莉好像也有 我這個不太記得 新智戶一定有 玩得很開心 變成現在選款來出這款 你有沒有看過後來的Double O Azure 那些有沒有看過出 Azure好像出過一盒 還是怎樣 其實都偶爾 Double O都有的 但就不是出光了 就好像Double O 那一架 Razer還是什麼 那一架就應該有了 自己的 Double O Riser一定有 Azure Azure那一架 我沒有記錯出過Q版 Azure 不要再說 Azure在很多系列都插不到腳 它HG有出足 但MG有沒有出過 MG有沒有出過 他Robot雲出過三 四隻 剛剛出了 我們那隻是什麼 Robot雲 就是Robot雲 因為Double O 那邊出得差不多 那當然 現在G服國者也出得不太多 不知道為什麼 G服國者有沒有出過 出了幾隻Robot雲 144那些還沒有出 144有 144也沒有 144也沒有 沒打算 這個真的 BANDAI有沒有是錢 沒有可能144也不出 那出現有沒有人買的 當然GundamH的144 曾經在日本跳樓大清貨 到香港有些批發都拿出來清的 玩到 不過HG真的很悲劇 HG真的很悲劇 在玩具方面 所以SC也不要說H 不知道 那這一段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下一段回來會是什麼 Jogo很爆 再一次強調 不是Jogo 是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好 那我們下一段回來 就是孩子的教學不能遲 食色星也 好 稍後回來繼續社務玩具屋 HOLA 所有種類很明亮 提井